哈喽宝贝们 上一期拍摄的视频当中 我有跟大家讲关于翡翠这些年的一个历史由来 那这个话题赶紧借这个时间来说一下 那么翡翠它其实整个流传在中国 它起码前后有三千年的历史 在整个一个历史当中 翡翠它是一直不被认可 被人们只是称为一个非真欲的这么一个阶段 一直在乾隆皇帝时期 它个人会比较喜欢翡翠 就亲自命名把它称为了真欲 那么在这一个阶段 它才真正登上了巅峰时期 从而取代了白欲在欲中之王的地位 其实不是艾比在这里乱说 它是有历史典故的 如果有对中国古书比较感兴趣的 可以去翻译一下清晓兰的《月威派堂笔记》当中 这本古书当中 它其实是有整个对于翡翠的这么一个记载 那刚才说了 其实在这三千年当中 翡翠它的玉石文化是从一个非真欲 转化到一个真欲的过程 那在这个期间呢 它也是有很多变化的 那就是翡翠它有各种的一个收位 比如说玉 玉石 翡翠石 翠玉 滇玉 云南玉 它这当中就是不停地在变化 其实它最后泛指的还是翡翠 对 我们都知道啊 在明朝时期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旅行家 徐霞克 对吧 在徐霞克游记当中呢 它就是有记载 它最开始在腾冲获取的翡翠原石 这表明啊 翡翠在明代 它其实也是被当成了一个自欲的美食 那么在乾隆时期起翡翠被视为真欲以后 在春午上才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 那还有一个 就是很多人会问艾比 那么我们现在会通过灯光啊 科技技术啊 来进行一个翡翠的科学认识 包括A或B或C或BC或的一些鉴别 对吧 那个古代呢 古代它们是怎么来说 哇 这个玉真的好漂亮 我要送给我的飞子 我要送给我的谁是谁 那它们怎么来进行区别 我跟你说 说出来你们都会不相信 听声音 那古时候人们会把两个绳子 吊着手镯轻轻地来碰一下听它的声音 如果是发出了声音非常的清脆 然后感觉它的密度非常的紧致 那么他们就会把它视为是非常上等的玉 由于玉石它能够发出非常悦耳的玉石声音嘛 所以古人呢 他们还用翡翠制造出一套非常悦耳的乐器 其实我觉得古人对于玉石的认知 会比现在认知更加的一个精深 因为他们会将玉石所呈现出来的玉声 非常精美与绝伦地把它运用到现实生活当中 而我们现在所看见的一个 哪些玉石的文化 更多的用来就是一个佩戴装饰和收藏 包括传承一类 其实你们知道吗 翡翠在三千多年前 它其实是产与中国 它不是产与缅甸 为什么吗 因为缅甸在三千年之前 它的一个番暑范围 它是隶属于中国所管 三千年以后缅甸 它被国际一划分就完全不属于中国了 变成缅甸独家所开产 当然我不是胡乱说的 我是翻过非常多的一些古书的记载 在乾隆时期 缅北地区 它是隶属于中国管理的一个范畴之类 有喜欢的点订阅我们 然后该别到直播间来聊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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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